重大 那你在裡面配音的聲音 因為大家都還沒聽過 我們那個影迷待會兒才要進去看 你配音有特別軟綿綿嗎 我說你的聲音有放比較軟嗎 聲音有坑坑坑嗎 我都蠻嚴的 我講說盡量嘗試 所以 等下進去看再說吧 了解了解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不過我現在知道的啦 就是你心中許願 你想做什麼事 人家就會來找對不對 所以第一支配音覺得有趣嗎 很寂寞 不是 到tail 因為 演戲的時候 會有很多互動跟各種 在怎麼樣 在怎麼樣 兩個人在那邊切舞 外面也有三十人在看 對 可是 就是 黑音就是 你關在一個床 床外面就是 鱸魚絲 好像你對一個稿子 我告不了 我告寂寞 真的是完全 而且 沒有人可以對寫 我拿出來純粹用聲音再做一個表演 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正常飯不好吃 沒有那麼容易 對 就是感覺隔行如隔山 那是另外一塊領域 我們就哭啦 就是很 日本卡洞很討厭 每次看都哭 就是會很不舒服 因為 那麼快樂的一個小孩子 剛說的那個 那個男生是 泰銘是小麻痺 二次站那個時候 其實沒有什麼 卡線沒有打 那時候小麻痺很多 那麼好的朋友跟整個學員 尤其是小豆豆這種 人家說小孩子是天使 我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天使 這個天使 降落在這個奇怪怪的世界的時候 其實看著心會痛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是真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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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真的